那軍事院校到底合不合適呢 現在這個時間點到底合不合適 我先撇開國家安全這一塊先不做說明 我就直接針對 針對這個相關的軍事院校的目前狀況 以及下部隊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優點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第一個部分呢 我先跟大家講最直接最有這個利益的 就是說今天我們去外面讀大學 我們一定要交學費 我們一定要交註冊費 我們一定要吃飯 我們一定要生活 對不對 那我們一定還要跟爸媽拿生活費 這些都是金錢的支出 那我以上說的 你去軍校全部都不用 而且國家還每個月給你一萬五千塊 你這些錢都不用付 國家還每個月給你一萬五千塊 你住軍中裡面的一區 對不對 你的衣服國家給你不用錢 對不對 你吃不用錢國家讓你吃 你的鞋子國家給你 你的所有的東西全部都國家給你 而且國家還一個月給你一萬五千塊的零用錢 那你覺得針對於這個金錢方面 這一點有沒有很吸引你 我想很多人在接受完大學教育之後 一出社會 第一個要面對的問題就是他的學貸 包括我很多學生都這樣 一出社會 第一個問題就是學貸 所以如果今天軍事院校可以提供這樣的環境 而且什麼都不用錢還要每個月給你一萬五千塊的話 你覺得這樣還不還得來 這個是我第一點要跟大家做說明的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說 軍事院校 畢業出來的人員 跟你是大學畢業 轉服的專業軍官 或者是ROTC的人員 這個人員的數值上面還是會有差距的 這三個類型的軍官 包含軍事院校 包含專業軍官 包含ROTC的人員 他們下副隊之後 絕對有不一樣的這個 絕對有不一樣的本質學人 今天你是專業軍官班 這根本就不用講了 你只是大學畢業簽下去 受完訓 你就是專業軍官班 這一個部分的人通常數值是最差的 通常啦 我自己也是大學畢業簽下去的 要看你這一群人 我說專業軍官班的數值差 你要怎麼提升自己 專看你下部隊之後 是否會自我好好要求 這個就是重點了 那有沒有人因此沉淪 也有啊 在那邊 這個明明自己就是這個軍官 那你只是專業軍官班 那種大屌不屌不甩的 也有啊很多啊 也什麼都不懂啊 只葬著他是軍官的 大部分都是專業軍官班出來的啦 我自己很多同學 也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啦 所以這個部分呢 數值比較差 但是有沒有辦法成為好軍人 絕對可以的吧 絕對可以的吧 看你有沒有心要在你的工作上 好好努力嘛 當然可以 那當然 這個軍事院校下部隊 絕對是數值裡面最高的 為什麼 因為 軍事院校的學生 他從早上 起床後 就開始了一整天的軍校生的生活 也就是說 他所有東西都是在軍校裡面完成的 你要接受軍校的規定 你要接受軍校的規範 你要接受學長的電禮 對不對 你要接受軍事相關的這個課程 你要接受軍事相關的規定 對不對 你在外面 讀大學有人會叫你轉直角嗎 有人說你在外面讀大學 有人會叫你兩線一箱兩線靠攏嗎 不會嘛 所以軍事院校出來的人員 那個數值 尤其是不管是口令動作 絕對是比ROTC跟專業軍官狂打 狂打ROTC跟專業軍官班 因為 人家在那個環境裡面度過了四年 四年耶 不是四個月不是四天的 四年耶 那你說他整個動作跟口令 會不會比他們好 好太多了啦 我要不是在下部隊 一直加強自己的口令跟動作 我也不是現在的 大家如果有人看過我的口令跟動作 你就知道我的口令動作 非常非常非常的標準 就跟機器動作就跟機器人一樣 一動一動 非常的標準 那我是經過苦練呢 那軍校生要不要苦練他不用啊 他每天都在練啊 所以下部隊的數值 你說會不會影響連影長 對你的看法 對你的看法 是肯定會的嘛 對不對 那個張牌 現在軍事院校出來的口令喊得也好 動作也非常精實 那那個王牌 王牌是專業軍官班 這個口令爛 比阿兵更還爛 動作又大屌不屌了 請問 長官怎麼看你 所以你說軍事院校有沒有他的這個 有沒有他的專業素質 有沒有他的優勢 我覺得是有 我覺得只是有 這個是第二點 要跟大家分享 那第三點就是非常重要 第三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軍事院校畢業的學生 你下部隊去擔任軍官之後 你是常備軍官 你是常備軍官 但是呢 你如果是ROTC 或者是你是專業軍官班的軍官 你下部隊是預備軍官 可能有人在想說 預備軍官常備軍官 有什麼差 反正都是軍官 那你就錯了 差非常的多 差非常的多 常備軍官 常備軍官就是說 你下部隊之後 你開始服役 你沒有續簽的問題 你沒有說我今天服役到疫情管制 時間到了 我要再簽一年 我要簽兩年 我要簽三年 對不對 就沒有這個狀況 他就是一直幹 一直幹 一直幹 幹到你不想幹 你打個報告 我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預計於111年5月1日退伍生效 常備役的軍官是 你一直幹 一直幹 一直幹 幹到不想幹 打報告 就可以退伍 那預備役的軍官 也就是我講的 ROTC 或者是專業軍官班 這些人他都有疫情管制 包含三年 包含五年 他有個時間點 你一下部隊之後 你的退伍日期就例如 115年7月1號 已經確定你有退伍日期了 包含ROTC跟專業軍官班一樣 這些人是預備軍官 所以呢 他有退伍日期 但是常備軍官他沒有退伍日期 他的退伍日期是多少 最大年限 這個就是常備役軍官 跟預備役軍官最大的不同 好 那你就說 那有什麼差別 反正都是一直在張 只是一個有退伍日期 一個沒有退伍日期 那還是可以當軍人 對 沒錯 但是 你要續簽 重點在續簽 常備軍官是不需要續簽 他一直幹一直幹 但是呢 我們的預備軍官 他是有續簽的問題 那續簽的問題就卡到了什麼 就卡到了你可不可以續簽的問題 那不可以續簽 有哪一些這個限制是不可以續簽的 第一個 你在三年內有記過以上處分 尤其是品德相的 大部分都是記品德相 有記過以上處分 你不得續簽 第二個 如果三年內 你的考基曾經被打以上 以上 你也不能續簽 好 第三個 你的體格檢查 沒有列入國軍體格分類一或二的人員 你不可以去續簽 所以這三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只有這三個其中一個你就不能幹了 你就不能幹了 你就沒有續簽 今天還不考量說長官看你表現好不好 準備要不要讓你續簽 不是 你光是第一關 你有這三個限制你就不用幹了 你就不用簽了 你就不用簽了 但是如果我說的接下來這三點 全部移到我們的常備軍官班 也就是軍校畢業的這些人 例如我陸軍官校畢業 我在部隊幹了五年之後 我被記了一支過 我的考基被打以上 請問跟我續簽 跟我繼續服役有沒有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我是常備義軍官 我沒有續簽的問題 大家知道意思嗎 我是常備義軍官 我是軍校畢業的學生 我沒有續簽的問題 我不用續簽 我只要打報告退 我沒有續簽的問題 所以你今天砍我一支大過 你今天把我考基列為炳上 你今天我每次去體檢 我的血壓都過高 關我屁事 我一樣繼續幹 這個就是常備義軍官 跟育備義軍官最大的不同 但是你是育備義人員 你只要被記過 你只要被打以上 你只要體格檢查 不是列為分類檢查表的 一或二的人員 你都是不得續簽的 你都是不得續簽的 所以這個就會很明顯的感受到 常備義軍官跟育備義軍官的不同 那你可能會說 那這樣育備義軍官 他不是很沒保障嗎 他也說不小心 搞不好是連帶組合被記過一次 那他也不能續簽了 對不對 那他如果哪一年剛好 長官對他很不爽 他跟長官吵架 長官沒有給他那一年 沒有給他講點 以至於他那一年考基是以上 那樣對他也太不公平了吧 好 那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我只能說 國軍在每年8月的時候 針對於軍事官各階都可以辦理 轉服常備義的相關作業 也就是說你今天軍事官的 人員你服役4年以上 通常是在第5年了 你就可以申請轉服常備義的 軍事官 但是各階都有他的原額限制 例如這一次全軍 中備階轉20個 上位階轉10個 少校階轉5個 中校階轉2個 他各階每一年都有限制 你必須要原本的常備義的 軍事官的那個階級 有人退伍了 把他的原額控出來之後 然後歷年隔一年才會納入了那一個階層的 轉服常備義的原額 那 轉服常備義 我自己呢 也轉了第二次才過 我的分數很高 我第一次 我是第6年的時候轉的 第6年沒有過 我是第7年轉服常備義的時候才過 所以 他是有一個難度的 資積分要高 講點多 績效要好 跟著 積等要好 如果你每一年都優等 那你不用看了 你只要時間到去轉服就一定過了 所以 預備義的軍官 還是有機會轉服成常備義的 但是 你如果是軍事院校畢業學生 你一出來就是常備的 就是常備的 所以這個就 軍事院校畢業的軍官跟育費軍官的 其中一點很大的不同 就是第3點 一個是常備義的軍官 一個是育費義的軍官 所以這個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你看 我現在講那種 那個幾個先不把軍事跟這個敵情威脅列入的話 以現在我講的這3點 你就會非常覺得 軍校是可以去的 那你說 軍校現在的管教方式 還沒像20年前這樣嗎 當然不可能啊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 如果現在有在服役的人 你可能覺得 軍校的素質好像降低許多 不要說軍校 所有的都降低很多 包含這個士官學校也是一樣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是整個大社會大環境的氛圍 所製造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你軍校 你說以前 旁浦十道菜對不對 都在不當管教 可是出來的都很強 可是現在明明就不能不當管教 你只要去申訴 軍校的學生就會被限制 他三年級 四年級 二年級 你就被限制 你不能對學弟不當管教 那對於他們以後的整個抗壓性 根本職權會不會有影響 這真的會有影響 說真的 我們看以前那些軍校生 畢業出來下下教跟神一樣 但是現在就跟比一般人好一點而已 就比一般人好一點 他就是去讀軍校出來的而已 所以素質有降低許多 但是下部隊 如果你好好學習的話 我相信應該都還是會有一片天 就像我就算是不是軍校的 我在部隊好好的備送準則 我在部隊好好精進我的體能 我在部隊好好的要求自己 也是會成為一個優秀的幹部 所以這個部分 就不一定說什麼出身一定爛 什麼出身一定優了 現在都比較不會 只是說軍校畢業的學生 真的是比較有優勢 這倒是真的 這倒是真的 以上幾點呢 提供 準備要去軍校的人員做參考 好幾年了 可是我那個時候不是這樣 因為我在大概 我離開軍中四年 我離開的人是三年 我大概在八年前 還是用那個規定 沒有烤雞有年中 而且那個也是 我記得是